Yes 邁哥 都這個結乎也能才來拜拜 有用嗎 拜拜 有拜有保佑 保佑自己 保佑家人不是很好吗 那你认为人来庙里是求什么 不就希望神明保佑 人啊来庙里是寻求指引 只是我们以后的人生啊 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 我们也不例外 你去抽个签嘛 好 几号 三十二号 那个是三十二号 你怎么拿二十八号圈啊 老板给了新任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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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晞 樂技 好消息啊 怎麼了 我們不眠不休 終於幹了一件 轟轟烈烈的大事 嗯 到底什麼事 我們找到奇晤舞 跟老闆的對話 這一份給你 如果有必要 就對閃電主開刀 BOSS 姐姐 你怎麼不問一哥 他是怎麼查到了 總演 你怎麼查到了 這就不是我在臭屁的 我不是說秦武 是國外色情網站 VIP會員嗎 據我瞭解 國外的成人網站 都是利用信用卡來消費 但是我發現 秦武的信用卡消費紀錄 沒有一筆是在成人網站的 所以我就用他的帳號登錄 BANG BINGO 讓我查到他們的對話了 總演 謝謝你 BANGDOWN 沒什麼 I'm perfect 不過雷姐 你仔細看最後一段內容 我覺得很詭異 你 體會在地檢署幫你 BOSS 這個內容 是在秦英武被捕當天手PO的 如果照上面說 地檢署應該會有人來灌輸才對 有沒有人灌輸我是不知道 這件事情 可能要問一下主任吧 雷姐 我覺得地檢署裡面 還有他們的SPA 我感覺心裡有點茫茫的 這件事情就不要急下差了 但是還是要保密 對了 忠義 你能不能查出老闆的IP位置 這件事情我已經交給電信警察 去處理 他們說下班以前就應該可以查得出來 好 謝謝 隊長 這件事情 不管體有沒有在地檢署 都要低調行事 以免打草禁食 了解 是 雷姐 那沒有什麼事的話 我們兩個先去忙 好 走 提在地檢署會協中的 這句話真的是老闆的留言嗎 吉姆早就知道我的身份了 為什麼老闆還要特地 告訴他這句話呢 到底有什麼含義啊 董事長 董事長 好什麼好啊 誰叫你們收辦公室的 報告團長 這關於藍處長的事 我們在搜查相關的證據 馬上停止搜查採購處的動作 這裡面有多少機密的採購案子 這是你們人調查的嗎 出去 馬上打電話回去 說我說的 我在裡面等你們 叫你們長官跟我對話 是 潘平均 你知不知道最近男星 所負責採購的什麼案子 報告團長 是有關被俘採購的案子 他怎麼跟你說的 他要我化整為零 不要超過採購法的標準 所以你跟立功說 立功給他壓力的 這個案子是我受益的 他外面有一些人情要還 你太不懂事了 立功疼你 我也挺你 我們是自己人 我完全感覺不到你像自己人 是 我讓團長失望 你讓太多人失望了 立軍 你這裡被收 藍星的辦公室被收 會有多少的問題都被收出來 你知道嗎 團長 應該只有我這邊會有問題 糊塗 你第一件當兵嗎 我們這裡有什麼問題 我們自己來解決 不要讓檢調介入啊 是 把男星在你這兒所有問題的文件 全部送到文額銷毀 其餘的 你就說 它是機密的採購文件 不方便提供 如果他要收查 叫他來找我 可是 如果有比我關機大的長官 都一樣 我跟他們上集說過 總之你的腦袋放清楚一點 以後發言 全部有發言人發言 一看不知 是 你有沒有考慮 調一個單位啊 要不是立功 一二再再三交代照顧你 我早就把你調到小金門去了 我走 其實部隊跟外面的職場是一樣的 就是工作嘛 所以你必須要忍受上司的氣 背念背罵是很正常的 什麼是真理 什麼是真相 什麼都不能說 我想 我還是提前申請退伍好了 你這麼容易就被擠垮 如果將軍的制服這麼好穿的話 那每個人考上軍校都可以當將軍了 想當將軍看何容易 但是我記得有人說 他要穿將軍的制服給我看 如果他這樣就退縮了 我不是就看不到了嗎 你安慰人的方式挺特別的 我想你不是屬於很會安慰人的人 現在年輕人抗壓性這麼低 只要碰到一點點困難 就會一蹶不振 但是你不是年輕人 你是受過專業訓練的軍人 所以你應該要知道 怎麼去調適自己的心情 不好意思 我不是找你出來訴苦的 人與人相處 為什麼聊這麼不愉快的事情 有碰嗎 找個時間陪我出去走走 其實出去活動活動 筋骨也滿好的 不過就我們兩個 好 那我多找幾個人 你確定什麼活動都可以 拜託 我又不是只會讀書而已 我高中大學的時候 體育也是很厲害的 你有信仰嗎 有 怎麼了 遇到長官過世 是不是應該去給他上個箱 或者到廟裡拜一拜 求個平安呢 可是我姓主 前幾天你們有台車去家具行收貨 然後轉送到關渡區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印象 我有聽司機回來說過 有送貨到關渡橋附近 那請問司機在嗎 他到高中送貨去了 晚點才回來 好 這樣子吧 好 那麻煩你 在那回來的時候 你再跟我聯絡一下 好 沒問題 好 麻煩你 謝謝 深夜在關渡橋附近 把貨物交給其他的人 是從哪邊離開的啊 東西是送到哪裡去啊 橋上沒有監視露營 可是兩邊出入的地方 應該有露營吧 許莉 你幫我調閱一下 曾靜海家具行出貨當天 在關渡大橋兩邊附近 一帶監視露營畫面 晚上的就可以 雷姐 什麼事啊 雷姐 什麼事啊 明天 明天 晚上有事 白天可以啊 怎麼了 運動服 喔 好啊 要帶女伴啊 什麼事這麼神秘啊 OK 好啦 明天見 拜 拜 拜託 OS 喂 喂 杜姐 我雅琪 怎麼辦 我好緊張 等一下 冷靜一下 發生什麼事 你知道雷姐剛剛打電話來 約我們一樣要去 怎麼辦 我不知道我要穿什麼 雅琪 你冷靜一下 我現在 我正在 不是 你叫我怎麼冷靜 我跟你說這次不是我先約她 是她先約我的怎麼辦 怎麼辦 我好緊張 雅琪 你聽我說 雷姐 不是 應該你聽我說 奇怪 你為什麼都不能 像王姐一樣聽我把話先講完 雅琪 你聽好 你冷靜一下 雷姐她明天也有約我一起的 所以你並不是和她單獨約會的 OK 你幹嘛不早點說 還有我現在洗澡洗到一半 我非常冷 管我什麼事 我要去敷臉了 再見 再見 喂 邱雅琪 邱雅琪 太棒了 小心 這個環境不錯 來 冷靜姐 行不行 什麼叫行不行 待會上場就知道了 你如果沒有把握的話 我先跟俊恩打一場給你看 你意義代表不是我的個性 先上場吧 A姐 怎麼了 這麼不開心 雷姐 幹嘛招惹你的籃 你不喜歡她 討厭死她 嗯 嗯 你嚇得了手嗎 遊戲吧 幹嘛還不認真 那我只好一個人對付全部的人 兩難 兩難 我相信你一定會很認真 而且我們一定是最後的贏家 我從來沒有玩過這樣的遊戲 放心吧 我會保護你 還有記得 躲在隱蔽屋的後方 隨時注意敵人的動態 只要看到身影就可以開槍了 還要記得 開槍的時候千萬不要閉眼睛 我知道了 那你幫我拿一下這個東西 嗯 然後穿個衣服 好 順便一下 謝了 怎麼樣 準備好了沒有 好了 對 要吃 我今天也才知道 這個定君要追求一路 對吧 他們兩個這樣子 應該不會影響你的表現吧 我做什麼事都很認真啊 遊戲的時候也是一樣 那就好 加油 加油 去你我拿就好 所以待會我們就 好好地加油了 好 當然 走吧 出發 好 走 出發囉 各位 我們今天的目標物 紅旗 就在建築物的那一堆 哪一組先搶到就贏了 可以開始尋找隱蔽物了 開始行動 好 我跟你們講 當我們去玩的另外一場的規則 那是不一樣的 好 開始行動 節哉 期三勒 小心點 小心放手别发呆 大胆进攻才够拆 修着学好的胸口 装着无限大的梦 下课勇懒的午后 望着蓝天放空 黑板奔笔老师说 我只听到下课中 满腔热血大声说 你要不要比较 倒数的重点 没事吧 待会转身出去 就可以开枪了 我以后你 Go 别胜败 小心放手 别放开 打着进攻才够拆 Defense 快放手 老师 你在干嘛 快点啊 Defense 放进攻 Defense 快放手 Defense Defense 黑板奔笔老师说 我只听到下课中 满腔热血大声说 你要不要Battle 倒数度秒 身背高 Go Go Fighting 冬起来 汗水归下着光彩 转身超久 快翻牌 跟着牵手撒开 Go Go Fighting I can't try 挑战自我 的能耐 超越极限 拼倒开 Defense 快放手 Defense 快进攻 Defense 快放手 Defense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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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恐怖 不要抓住我了 誒 你的枪咧 去拯回来 快去 我揶过你 快去 我揶过你 快去 好 好 你两个姑姑去逛街 好 走 走 你鞋子去哪儿 我去对不对 走 车子去哪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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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印一號 找到渡洋潛的置物櫃 開始檢查 詞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已经阵亡了 把枪放下 那有什么不开枪? 那有什么不开枪? 把枪放下 把枪放下 依如 没事吧? 对不起 我阵亡了 你身上没有气胆的痕迹 这么快就投降了 你怎么不开枪? 好 好了 我们可以退场了 追上 枪 现在只剩我们跟雪莉了 待会儿记得 看到雪莉就开枪 好 我去小红旗 好 好 美姐 全力不要跑 行动倒数一分钟 等我完成 先撤死 手机OK 手币OK 鞋子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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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OK 收队 是 全力 全力 我已经听到你的声音了 我还听得到你的呼吸 你在哪里 赶快出来 让你的超红旗 全力 我知道你就在我旁边 我在你后面 好疼 你怎么真的打我 你是不是我朋友 你已经阵亡了 出去吧 好疼喔 你很过分耶 谢谢 你平常好像跟我感情很好 没想到真的打我 很疼 雪莉就是这样子 平常好像跟我感情很好 你没想到真的打我 很疼 雪莉就是这样子 那你怎么样 你没事了 怎么样 你要不要喝水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哪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雪莉 你的子弹应该差不多没了吧 雷姐 你应该剩得也不多吧 我关竞变战已经玩了十几年了 你还剩多少发的子弹 我差不多都很清楚 我看我们差不多 该正面对决了吧 放马过来吧 来 stories 咱们 搞得抓 这军烟 二 chodzi 相绍 没疯狂 用 也一个 ambulance 对 вод facilities 车 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恭喜 谢谢 没有想到前察官 还是引不了霹雳交话 对 背后那两弹很痛 学历表现得很好 谢谢 很厉害 最后学历 很厉害 很厉害 真的 我去一下指手间 老规矩 输了 请吃饭 没问题 晚上有事 我先走了 我去找霍銀行的一个司机 怎么了 为什么 是关于226关渡那台货车的事 雪莉给我的消息 我已经找到那个司机 愉好晚点见面 是不是有查到什么消息 还没有 待会儿见面才知道 今天大家表现不错 运动量我想也都够了 下次我们再好好交量 好 那下次人找多点 不要抢红旗 玩歼灭战 好 先走了 拜拜 我跟妳一起走 好 走 拜拜 拜拜 对了 刚才亮晴对着怡如的时候 为什么不开枪 你不了解 因为怡如是她的前女友 她们以前是前男女朋友 不过你不用担心 她们两个已经没有在一起了 吗 怕50 也不如它 这小费 我也不错 不知道 这是一个温暏寸 她的温暏的 温暏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现在走到哪儿 都摆脱不了我们控制了 泰哥 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等老板指示 泰哥 我们什么时候 你不是找投票吗 你看 他们说老板留言的IP位置 都会经过跳板 连接到国外其他的网站 再连接回来 所以无法确切的追踪 你看最后一段 老板留言的最后IP位置 居然是在案子 这不可能 一定是他们调查的作物 一哥 这是大案子 这些数字可以定人家做 赶快 赶快叫我们重新调查 我也是不相信 所以我叫他们在我面前 重新再调查一次 结果也是一样 兄弟 现在该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 反正我不相信他是老板 我也不相信他是老板 可是四十百在眼前 能怎么办 你看 我们还是赶快联络王队回来 今天很难得 雷姐竟然会约大家出来 为什么说竟然 我也说不上来 你不觉得他很像独行侠吗 感觉就像是那种 平常不会约大家出来的 他有找过你们吃饭吗 没有 他都是跟雅琪一起吃比较多 他跟雷姐 雅琪跟雷姐 你尽管其变吧 我确定的是 我们先不要乱说 不会 我觉得他们两个 应该会想出我 那你呢 你跟高律师呢 我刚刚看你好像对他开不了枪 对 我以为你今天会放过我 不就是游戏吗 大家都很关心这件事 雷姐不是说 他现在是跟唐帝君在一起 是真的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很好啊 藏地君这个人感觉还蛮可靠的 至少 这样以后就不会有人说 高一如是检察官的女朋友 然后就遭受到曾敬海的攻击 但前提是 也必须让曾敬海知道这件事情啊 好 我会考虑登报 好 我会考虑登报 希望曾敬海有看报纸的奇怪 喂 现在吗 有啊 我跟杜姐在一起 好 我知道了 我马上改回去 好 拜拜 怎么下 忠一好像有重要事情找我 我要改回事情大 你一个人去OK吗 好 当然了 我只是去货运航问一下话而已 自己要小心啊 你也要小心点 司机大哥 你那天是不是在 关渡桥的附近交货 是啊 这家不是头一次这样 他们自己有人会来接货 而且那些人喔 脸都很臭 跟他们讲话 好像都没听见一样 都不理人啊 很神秘耶 那你记得他们的车号吗 杜姐 这我怎么记得住啊 你记不记得他们 有没有可能是 你们哪边的同行 或者是他们的衣服 有没有什么特征 只知道他们都穿黑衣服 不知道从哪里来 那这样 好 那 这是我的名片 下次送货的时候 如果你碰到他们 记得要跟我讲 好 好 谢谢 杜姐 我想起来了 我差点给他忘记 前几天我才新装了一台 那个行车记录器 也许有录到些什么 行车记录器 我带你随身点 麻烦你拷贝一分点 好 坐我进去 谢谢 奇怪 怎么档案都打不开 只有电脑格式怪怪的 我看明天再找终于他们看看 好不好 杜姐 你怎么在这 没有 我回来看档案 对啊 雷姐没送你回去 他跟唐定君去舞台 然后那个讨厌的女人也去了 我才不想跟他们一起 好 这样子 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进展 还不错吧 他今天有说我打扮这样很可爱 这样算吗 不错 继续加油啊 我先回去了 好 好 杜姐 我问你一个问题 好 你会觉得我很花痴吗 为什么这么问 最近听到地检署一些同事在我背后说 我对雷姐这样子的行为很像花痴 对雷姐 雷姐 别人讲什么你不要管她 你这么做 是因为你很勇敢地去爱你所爱的人 爱一个人本来就要勇敢表达 可是很多人都这样说 雷姐 如果 你现在就退缩的话 那你就不叫雅琪了 一开始大家讲一句两句 我也就当耳边风听听就算了 可是越来越多人说 我的行为根本就是个花痴 因为我都自己怀疑 我是不是真的那么讨人厌 好 雅琪 我问你 大家同事这么久 那我们 你们都是怎么说你的 你们常说我是管家婆 还有说我是大胃了 不是 不是 我不是在说这个 我只是工作的态度 你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 身为一个记录者 你常常主动地提供很多意见 这是一个很好的助手 今天如果我是福尔摩斯的话 你就是华生 华生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等一下 我就是说你是华生 还太小看你了 记不记得 主任有说过 他说你是当主任检察官的料理 所以 这些人在闲言闲语讲什么 不要听他们 主任检察官 主任检察官 好 不要想太多 主任检察官 对 周易 你查过这个IP 确定是地检署的 确定 而且是杜检的电脑 想不到吧 杜检就是千门八角大老板 傻眼了吧 傻眼啊 你不要乱讲话 这一定有什么误会 我也希望是个误会 老板在陈文网站的留言板里面 对齐勇说 提会在地检署帮助你 所以我合理地怀疑 我们的杜检 是提 不是老板 不是阿姨哥 你刚不是说你是随从老板的留言IP 才找到杜检 那怎么会说他是提耶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问 但难道你都没有想过 齐勇都不知道老板是谁了 另外 留言板里面的署名是BOSS 难道就一定是老板本人流了吗 齐勇他们的手机里面都有提指挥办事的简讯 所以说不定老板也会利用留言板来控制秦武的动作 不管怎样 法官都会涉案 杜检事体也没什么好意外的啊 这下法官 检察官 律师 全都凑齐了 高金龙 认识杜检的人都知道他是冷面判官 办案意识不苟 他绝对不会是千门八丈的人 你刚才还对他不熟 可是 现在都已经有证据了 我们也不能不办啊 而且那个游民惠图 真的跟杜检长好想 或许他真的有我们不然之的意念 惠图 等一下 什么惠图 就是前天 将军在公演那个命案啊 有个游民宣称目睹 好像杜检喔 我看看 真的很像杜检 汪队 下个怎么办 队长 这件案子是得检办的 我们要不要回去找他 的 可爱 红茶还是绿茶 媽 我們認識這麼久 也不知道我不喝綠茶的 我怎麼知道你有沒有變 每天幾乎要見面的 我有沒有變你不清楚 很難講 有些夫妻每天睡在一起 可是對方變心了也不知道 媽 妳現在呢 妳爸媽吵架 沒有 只是經歷那麼多事情之後 我在想 我是不是失去了 當初進入境界的初衷 除暴安良是妳當時的口號 以我看起來 並沒有違背妳的理想 可是我的理想 並不包括出現一個 會背叛自己弟兄的警察 我跟張浩欣沒有共識很久 可是對於 他背叛幾件這個事情 我真的很震驚 我已經死了那一晚 我除了痛心之外 我還有更多的不解 為什麼他們可以違背自己的初衷 那 難 難道他們不會內疚嗎 照齊瑩我的說法 他們內疚 已經被家人的安危 還有大筆的鈔票給取代了 其實我常常都在想 我們到底還要不要可憐他們 那你呢 如果換住你的家人被脅迫 你會怎麼做 你現在在 擔心我會變得跟江浩欣一樣 我不相信你沒想過這個問題 尤其是我們抓那麼多 司法人員之後 其實我的確有想過這個問題 只不過我很快就發現 這是一個錯誤的假設 所以根本沒有思考什麼樣 為什麼是錯誤的假設 很簡單 千本八將他們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他們都有把柄 他們都有犯錯 然後讓老闆抓到這些把柄 所以才受制於他 例如像齊瑩舞 他是因為有外慾 而我呢 我杜亮琴 是絕對不可能犯任何的錯 你確定 人非聖賢 孰能無 不可能的事情 從我立即要當檢察官那天開始 我就嚴格的要求我自己 我絕對 絕對 不能犯任何的錯 當然啦 除非啊 除非那個老闆 可以拿到我上個月 超出了罰單 亮琴 不管你發生什麼事 都讓我們知道 讓大家來幫你好不好 雪玲 我知道國際這個事情 讓你很難過 但是 這跟國際沒有關係 這是關於你 答應我好嗎 答應我 我不知道你為什麼會這樣 但是 如果是因為千本八相的關係的話 我可以現在跟你講 因為那個法國人 我現在已經快接近他們的核心了 你說那個Mr.Henry Mr.Henry 這個法國人啊 跟雷姐的爸爸的案子也有關係 所以我在想搞不好的這一次 可以一半雙破 那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我們就會洗刷雷姐的爸爸的園區 當然啦 雷姐也可以從這整個事情啊 在陰影中走出來 搞不好 會因為這樣 來接受雅琪 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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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可能一點察覺都沒有 所以雪莉才能找主任 但主任 你把我找來這邊 該不會是要我來偵辦諒情吧 我跟她同一個辦公室 有多少證據就辦多少 就算諒情犯法 我們也要並工處理 更何況如果她是被誤會的 我們更應該還她一個清白不是嗎 當諒諒情真的是千門八將中的意願 那她現在的案子還要讓她繼續辦下去嗎 我認為她不是千門八將 因為她有跟我說她查到法國人這條線索 而且還牽涉到雷姐她父親的案子 她還跟我說她想私下幫助雷姐 如果 如果她真的是提 她沒有必要去把法國人查出來才對啊 沒想到杜諒情還想要幫我 那她到底查到了什麼 還是她已經有老闆的線索 恐怕杜諒情是被誤誤的 恐怕杜諒情是被誤誤的 她查到了什麼 所以老闆要嫁禍她殺了藍心了 那個男的不可能是杜諒情 該死 竟然來這一招 難怪秦武死了 老闆一點動靜都沒有 原來都是為了今天 居然來了 在想什麼 沒有 我在想說 廖綺這麼的想要幫我 她應該不是殺人兇手才對 雪莉 幫我安排一下會主的證人 來指認一下雄賢 好 主任 有幾名調查局的人 還有軍事檢察官來 說要見你 施主任 上級指派我來調查 藍將軍的死因 調查局以及軍事檢察官 提供調查之後的證據 所以 我們要來約談杜檢察官 我們調查局 對齊瑩武與洪聰明兩人 已經監控兩人多了 地檢署將他們起訴之後 我們再繼續追查 是否還有其他人涉案 結果發現 杜諒情檢察官 似乎與這些人有聯繫 而我們軍方在偵訊證人 李明榮之後 發現杜諒情涉及了殺害藍將軍一事 希望杜檢察官能夠配合偵查 杜檢不可能殺人啊 更不可能跟齊瑩武有關係 雅琪 軍檢調一定是握有相關證據 才會照亮情的 會憑空誣陷我們檢察官 居然為了避免弱人口舌 這個案子由你接受 是 各位 這裡是法務部 就算你們要收證 也要提出正式的程序 我自有法院的搜索票 黃隊 你現在該怎麼辦 这些大事都要掉了 了解 主任 我还有两三行就好了 好 先暂停你的动作 我有事要问你 唐先生 你怎么也在这里 杜姐 麻烦请你离开你的座位 做什么 郎琴 你先配合他们调查吧 郎琴 郎琴 检调发现你射击一些波法 以及涉嫌 伤害蓝星将军 我 这不可能的啊 我们都相信你 不过检掉我有证据 你一定要想办法 找出对你自己有利的证据 来证明你的清白 主任 你现在让他们搜索 你就是不相信我嘛 你放心 我会配着你的 如果他们对你有任何 不利的言行或举止 我不会坐视不管的 现在你的案子 居然负责正办 你跟他好好配合 我也秉公办理的 那你是杜姐的私人物品 连那个你都要拿 要画这种的 是谁是张亚萍 就是上次啊 你车子被女士压坏那一次 他还有写小纸条 留在你的桌上 杜姐 不要哭哭 车子没了 但您还有我的真心 说起来 雷姐 有没有证据写说杀人 我们有证人的绘图可以证明 而且杜姐 你担任检察官这么久了 相信你一定很清楚 如果没有证据 我们是不可能侦办你的 麻烦请带我们去你家一趟 我家也要查 好 我愿意全力配合 主任 怎么这么多人啊 我愿意全力配合 大姐 大姐 你等他们走了再来打扫吧 好 好 我愿意全力配合 我愿意全力配合 你能夯在这边 我愿意全力配合 我愿意全力配合 你能够会 我愿意全力配合 你愿意全力配合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我愿意全力配合 華的笑容 詞曲 吉尼 小汴 花的笑容 你這麼多嗎? 我不能 溫暖又在笑容 鈴ät 鋼 鋼 是 有 儿子啊 我跟你爸爸登上长城 现在在山东的八大关 德国人的建筑耶 你什么时候放假 一定要出来走走啦 你儿子现在出事了 你们还有心情玩啊 主任 在亮景房间收到一把枪了 主任 这枪不是我的 麻烦带回去 笔盾弹道 到底是谁栽杖了我 是谁进入我家 没想到 老板都安排好了 杜亮清 你到底查到了什么 老板要这样对付你啊 杜姐 恐怕你必须接受 我们军事法庭的证讯 雷姐 希望你们能够配合我们 我是军事检察官 麻烦请派宪兵过来支援 我生了 我生了 帮助了 我生了 你想要 我生了 你 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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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助了 你来 我生了 我生了 他是 黑哥,我們什麼時候動手? 出發吧 內屋已經移動 請跟著內屋等候下一步行動 是,開車 好 到底是誰要這樣陷害我? 他的目的是什麼? 紅茶還是綠茶? 我們認識這麼久 你不知道我不喝綠茶的 我怎麼知道你有沒有變 那你呢? 如果換作你的家人被脅迫 你會怎麼做? 人非聖賢,熟能無… 我不可能的事情 亮晴 不管你發生什麼事 都讓我們知道 讓大家來幫你好不好 難怪雪莉昨天晚上突然來找我 其實他早知道 今天會對我採取搜查的動作 千門八將 莫非… 是傳說中的老闆? 所以我偷有其實 出發吧 才我們回去 alone 我們不要制服 一定要回來 全 Park